課程簡介 雞家族系列的第二篇小雞篇 我們接下來會做一個像這樣 這樣的小雞的模型 然後我們會綁上骨架 並拿它來調動作 這是我們接下來的目標 這裡其實就是比我們雞蛋 我們開始更往外延伸 我們讓它加上眼睛的細節 然後眼皮還有加上身上有一些附屬的物件 可以做一些 的附屬動作 我們用這樣的模型 來做進一步的動畫的調整 這是關於接下來這一個小雞篇的課程簡介